你拿什么在这里上课 我叫你走了吗 冷静一点上个厕所上个厕所 回来 对于我们来说 首先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因为时间很紧 就这么几天两三天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水平可能就是摆在那里 两三天没有办法完全的提升到多少 所以就是能不能有针对性的方法 就是对我们能够 我不管你们的水平怎么样 我觉得最起码要端正自己的一个态度 总是嘻嘻哈哈的 在这里混三天就过去了 有认真 但是真的不知道方向在哪 你觉得你很认真 但是我并不认为你很认真 你觉得我说的嘻嘻哈哈是谁 先端正自己的态度 端正完态度之后呢 端正完态度之后 我自然会教你开始 那时间不够了 时间不够 我自有安排 那我这白写了呗 我这写这么多写它干嘛呢 先端正自己的态度 回去跟我说总结 我总结这么多 你跟我说一句 你这都是概括 我不概括呢 我写什么呢 你拿什么在这里上课 我叫你走了吗 冷静点上个厕所上个厕所 回来 确实气氛有点让我吓人 看一眼 你们两个都太冲动了 不 你们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 我在跟他说这个车怎么开 你教教我怎么开这个车 他跟我说你先把安全带给我系上 人家好歹是个教练 他平时带的都是职业选手 他可能会希望我们就是 拿直接拿最难的 因为基础的东西 其他俱乐部都会教他们 刚才就是 他可能说那句话 他就觉得 你在挑战那一句话 那我就跪下来求求你 大哥你告诉我 真的该怎么玩 我求求你了 那 你不是 你不用求啊 你就 你就好 然后你少一些 他不希望你有的东西 我们目前最集中的问题 确实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教练会不愿意教我们了 那我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就我的问题是吧 我的问题 不是啊 那你们自己吵起来了 那怎么能 那还不是怪我吗 我跟他吵起来了 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就这么说吧 干嘛搞完抹角了呢 问题肯定要解决的 我跟教练之间 我们肯定也再需要沟通 那现在就去沟通 然后沟通好了 我们继续复盘 因为我们到后还要打训练赛 少打一把比赛 我们明天更虚 方式不对 我觉得 你这是拉偏价子的事 你这是拉偏价子的事 好无语啊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我好像就给大家一种 我好像在帮教练说话的感觉 就会让我觉得特别委屈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是个团队 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了分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